今天也高興邀請到豐原羊牧場的羊頭目黃建迪阿劍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阿劍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阿劍你當初回來跟爸爸一起養羊的時候 起心動力是什麼 你怎麼會願意回來 其實我講坦白一開始就是被拐回來 真的嗎 就是被拐回來 就是爸媽年紀也有了 然後就是說家裡面也需要個年輕人 然後就想說不想要再為別人賺錢 就是想自己拼拼看 然後就回來 想說也可以回來當成自己的事業 對對對 就回來算半創業吧 然後後面沒想到就真的創業了 真的 所以變成說豐原羊牧場這個品牌就是你自己創的 就用你們家的牧場的名字這樣子 當成一個品牌就對了 剛出設立牧場的時候 也是 這個名字也是我自己取的 真的喔 那為什麼要取名叫豐原羊牧場 其實這是有去算過 然後那個算的人他發了三個名字給我們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我喜歡 對對對 那因為阿建坦白說我覺得 你在台灣不管什麼行業你要成立一個新的品牌 其實都會蠻困難的 第一個人家不認識你 你要打品牌要打廣告要做行銷 可能有更方便 那你這樣子這個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嗯困難跟挫折喔 其實一開始因為畢竟我們開始要 然後徹底這個品牌的時候 也是到處去推廣 畢竟人家 剛剛主持人講 大家不認識你 不認識你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找到那個地方 讓人家認識你 所以我們從創立品牌之後 開始賣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到處去擺攤 擺市集這樣子 對到處去擺市集 然後擺著擺著 然後讓人家吃到你的東西 然後一直去騷擾客戶 我們去騷擾他 我們去騷擾他說 你吃我們產品覺得怎麼樣 我們哪裡覺得不好 要改進什麼的 是 就是持續去做客戶的反饋 然後才慢慢去修正 去調整這樣子 對去調整去修正 從我們一開始做的分量很大 然後現在都做小分量 因為現在就小家庭 因為太大分量其實他們吃不完 對因為他們吃不完 請問一下他們要冰回冰箱 對 如果不冰倒掉的話 他們覺得可惜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你們幫我們做小量一點 我們就慢慢就是變小量 如果多人吃的話 你就開兩包 對對對 就是 其實擺市集有個好處 因為直接面對消費者 可以知道他們的想法 那你們就一直調整 是啊 我覺得市集為什麼要去擺 第一個你可以很 在第一時間就得到消費者對你的回饋 然後消費者也對你認識 因為很多消費者 他們不光只是買的品牌 他買的是你這個人 因為你這個人跟他在講解說 他信任你是個農夫 你是真正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他對你有信任感 所以你賣產品給他他相對很安心 這是我們去擺攤我們本人要到場的 很重要的一個點 對對對 那你們除了擺攤曝光 就讓人家認識這個品牌之外 你們因為現在很很 網路行銷很流行 你們有沒有跟電商平台合作 還是說有沒有自己的官網 有我們現在自己有自己的獨立官網之外 我們還跟另外三家台灣比較大的農場 用電商平台做上架 做上架銷售的動作 還有另外其他幾家農會的也有在做上架 還有幾個是實體店面的網路 網路實體店面都有 都有 那你們也會跟餐廳配合嗎 有 我們有部分的業務是跟餐廳在做接洽 我們配合的餐廳其實他都是 原本是使用進口羊肉 到現在吃到我們羊肉之後 他們就決定要用我們的羊肉 畢竟他們寧願花更多一點錢 來使用我們的羊肉 也是因為我們的羊肉肉質 在他們來講的話是非常的好 那進口人跟國產羊肉它的特色不同的特色在哪裡 我覺得最大不同除了說品種不同以外 畢竟進口他們是綿羊 他們主要是綿羊毛 在試他們進去價值 沒有價值之後他們才屠宰進口到其他國家 第一個是品種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台灣山羊在我們圈羊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他六個月齡的時候 我們幫他做去世的動作 所以會幫他淹掉 那淹掉之後他就不會產生讓人家害怕那個羊燒味 可是國外他們是放牧 放牧的話他們就沒辦法每一隻羊都驗到 這是最大的風味的問題 就是國外的為什麼味道會那麼重 那台灣為什麼沒有味道 只有羊肉的香味就是因為 第一個是飼養手法上面不一樣 所以國產羊肉比較沒有羊燒味 只有羊的香味就對了 對對你只會吃到羊肉香不會吃到羊燒味 難怪你說吃了喜歡的人就回不去了 對你只要吃到國產羊肉 本身喜歡吃羊肉吃到國產羊肉都回不去了 對 那你們這個風原羊牧場這個品牌 你最當初你的品牌理念是什麼 最當初的品牌理念就是 就希望透過我們的專業養殖 然後以及我們對我們牧場品種的堅持 然後再透過我們的一個專業的分切手法 然後去提供台灣人做一些不一樣的羊肉食材的選用 我覺得這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分切技術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把我們台灣的羊肉變成刷火鍋用的肉片 或者是法式的羊小排餐 不管是西餐類或中餐類型 我們都可以去做我們台灣這個 使用我們台灣的國產羊肉去做實用這樣子 就是我們公司願意要提供給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價值 所以你們有專業的屠宰場 你們有專業的分割技術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是有這個團隊在做這塊事情 客製化就是如果你是要羊小排的部分 或是什麼部位你們都可以幫他做分切 對對對 像我們餐廳的部分 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羊小排跟那個腿排 這部分我們就是客製幫餐廳切出他們要的一個形式 然後再把這羊肉寄給餐廳 他們去賣給他們的消費者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針對羊的各個部位 因為依照部位的肉質特性不一樣 我們切出我們其他的品項 然後去提供消費者做選購 像我們有那個我剛提到的法式羊排 然後我們也有丁谷羊排 然後還有這個五花的帶皮五花羊男 還有五花肉片 然後有松阪肉片 所以其實我們品項是相當的豐富的 好 而且因為今天你有帶一些你們的商品來 因為你們除了供應給餐廳 像你們也有開發自己品牌的 比如說像羊肉火鍋或是說寵物食品 那你覺得你們的 因為其實坦白講市面上那種羊肉的品牌也很多 你覺得你們跟他們最大不一樣的特色差在哪裡 最大不一樣的特色 第一個是 因為我們台灣飼養的羊肉 它其實簡單的料理 它不需要過度的調味 比如說你吃清燉的 你就可以吃到這個很好的羊肉的香甜味道 你不需要去吃什麼紅燒的味道去壓那個燒味 我覺得這是進口羊肉跟台灣羊肉最大的一個區別 所以很多消費者問我說為什麼你不做紅燒 那我就說我們的羊肉做紅燒太可惜了 因為你會只吃到紅燒的味道 羊肉的味道很香 沒有燒味 所以你吃不到那個燒味的時候 你就會只吃到紅燒的味道 你就吃不出我們羊肉的香甜 所以我都會推薦客戶說你第一次嘗試我們羊肉的時候 就是直接吃清燉的就好 先吃真正羊肉的香味 對 你吃到這兩個香味就知道 羊肉的原味這樣子 你就會想說我為什麼要去吃那個重口味的紅燒味道 就不需要 你就吃這清燉 然後在家裡面有電鍋 簡單薑絲米酒 剛歸兩片 你就可以端出一鍋很好吃的羊肉 是是是 那你們自己開發的羊肉鍋是不是有兩個口味 因為我看包裝不一樣 對 我們是依照季節去推這個鍋物 因為我們這個蔬菜羊肉鍋其實它就是清燉的湯底 它就是一個我剛講的清燉的方式去做的這個羊肉鍋 對 那它之後比較 但味道比較清香比較清甜 然後我們是用大量蔬菜去熬煮它 當這個鍋底 所以它吃起來的那個清菜 那個就是會有菜的甜味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一款 這一款的話它是那個西洋生的 那它就是主打就是冬天料到的時候就是要補一下 所以我們就是要散 對 我們就是加了那個西洋生 西洋人生去做一個基底 然後去燉這個羊肉鍋這樣子 對 那所以這一鍋其實在冬天的時候它非常的熱賣 應該說從現在開始就開始要熱賣 對 今天剛好要 今天立冬 昨天 昨天立冬 剛好就是 從開始就要熱賣了 所以我最近就是忙得很 忙 前在一個禮拜前 一兩個禮拜前我們就忙得很忙 可是我們比較好奇 怎麼會想要從羊肉這邊的一些附屬的那個 內臟的部分把它開發成寵物食品 因為我們本身做一些羊肉的料理的話 就是會一定會遇到一些我們 我們人比較難去做 難去做使用的部位 對 就是有遇到一些客戶 他就直接打電話來跟我說 他要什麼 我說你要這個幹嘛 那我說他就說他要給寵物吃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 後來他就變成說 你能不能幫我烘乾啊 或者幫我凍乾 我說好我想辦法 然後我們就是 然後就慢慢開發寵物食品 對我就是 其實我就是個客戶的許願 只像我們現在 後面開發 客戶跟你講什麼 你說好我幫你試試看這樣 對對對 我們開發的商品 都是因為客戶許願 之後我們就去找加工廠看能不能幫我們做 對 然後會開發成這寵物食品 就是寵物的客戶 跟我說他要買羊肉給他寵物吃 然後還有說其他部位 他想要說去嘗試給他寵物吃吃看 然後就請我幫他找那個 凍乾啊 或地溫烘乾的方式 就是比較走天然的路線去 把一些零食 把一些原料做成他要的零食 對然後就是直接就變成我們客戶 對對對 是是是 那阿傑那因為你們 楓岩羊牧場這個品牌 有沒有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計畫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們好像會客戶的選手 你們的客戶選什麼 你們就會開發不一樣的新商品 有有 我們現在就是在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還有客戶 許願的新的三 應該說有五項新產品 有兩樣已經 已經測試成功了 在可能今年年底的時候 就會開始做銷售 那這商品的話就是 一個是紅燒的拉麵 然後還有當櫃麵線 然後再來還有羊肉的丸子 跟羊肉水餃跟羊肉牌 真的喔 這就是客戶 我們去擺攤的時候 客戶問說你們怎麼不賣那個 我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研發看看 就是一個許願池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 寵物臨時這一塊 也是我們未來的中期 會把這個寵物臨時這一塊 作為一個重心去發展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 回歸到我們剛剛講的短期的部分 短期的部分我們就是把客戶服務好 然後把我們的產品創新 多元化 對多元化一點 然後在中期這變化 一方面就是我們寵物臨時這一塊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這個產地餐桌 因為我們現在牧場 已經逐線走向那個六極化 六極化的歐美歐歐的行銷模式 我們就希望把遊客跟那個客戶 帶到我們產地來 我們第一線產地去參觀我們的牧場 然後跟羊有個互動 然後認識我們台灣的山羊產業 然後為什麼我們飼養這個品種 這品種有什麼優勢跟特質 然後在我們的牧場旁邊 我們做一個我們蓋了一間小餐廳 就是在餐廳裡面做用餐這樣子 先去你了解 了解山羊的種類 然後再去用餐這樣 對對對 然後你會吃到說跟你 可能有別於以往 你在外面吃到那些吃到飽的養肉餐廳不一樣的東西 跟風味就完全是絕對不同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要養這個品種 我們為什麼賣的這麼貴 它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客戶吃很喜歡之後 就直接外帶帶走 或者我們幫他做宅配 就是我們明年主要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產地餐桌的一個營運 跟我們這個寵物零食的一個銷售這樣子 對 那我們在 中長期咧 那我們長期的話 長期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變成說 我們是希望透過 結合一些我們同產業的業者 或者是說 有想要踏到我們這個飼養 這個山羊的這個 這個領域 對這個領域的人 然後你來跟我們牧場學習 我無條件的把我的專業技能交給你 然後跟你做器座 未來你飼養的羊 我們就是直接幫他做採購 然後透過這種合作的方式去 成立這個合作社 然後對這個原物料做大量採購之後 把這個利潤 把下放到我們第一產線 然後我們第一產線 能夠更賺到錢 能夠去維護他的設備 能夠去擴廠 是是是 對 聽起來很有意義 就是如果真的有興趣 想要加入這個產業的人 都可以跟你們做聯繫 你會輔導他們就對了 對我們會去輔導他們 是 好 那最後想起來 那如果說真的就有 如果現在很多年輕人 對務農 對畜牧這個產業 他其實更認同 慢慢有很多人是願意會 返鄉來務農的 對對 那如果說他們真的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對畜牧這個產業有興趣 也想要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嗯 我會給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是畜牧業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你 先選好你的 你要的 你要 你有什麼興趣 畢竟你有興趣在做 你就不會累 對 另一方面 你在創業這條路上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的一些 一些棒棒面面的人 然後你會遇到 來成長你的 來幫助你的 你都會遇到 那當然就是說 你在整個創業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 具備挫折感 然後你會另外還會有 有很重的孤獨感 因為畢竟 這是你選的創業的道路 但是我覺得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因為你要知道說 在這條路上 不管是來幫助你 成長你的人 或者是來 來協助你的人 你一定都可以有 有一定的收穫 但是 嗯 等到這個低潮期 你度過之後 後面的果實是甜美的 你一定要這樣子 跟自己說 然後 要戰勝 在你身上的這個孤獨感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阿建你講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創業本來 創業就有點像在打怪一樣 一關一關過 一關過 對 關關難過但是要關關過 對 但是就是要告訴自己要正向 保持在一個正向心情 因為其實坦白說 你們每天可能都碰到一些 小困難小挫折 如果說你可以正向去面對它 解決它其實 你的品牌就會被看見 是 要夠堅持 對 一定要堅持下去 因為畢竟 你的心不變 腳在走但是心不要變 初衷不變 莫忘初衷 對對真的是莫忘初衷 所以有時候當我 當我自己覺得難過低潮的時候 是 你就會回想說我當初為什麼 為什麼做 甚至你會發現說我到底在幹嘛 但是你 你當你睡覺醒來之後 我希望你收拾心情 然後往你要的目標去前進 對 然後珍惜你的時間 我覺得時間是最貴的成本 對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楓岩楊牧場的楊頭牧 我們的黃劍底阿劍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阿劍的分享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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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來